在国际竞赛中,同学们也带来了充满创意的彩绘面具奏品 马来西亚乔生欧敏哲同学 以小丑的《悲乐人生》为人体彩绘竞赛的创作主题 发挥创意及技术 欧敏哲同学表示很感谢学校的支持 学生参加国际竞赛 让学生能够增广见闻 我们这次的人体彩绘主题就是马戏团 然后马戏团就是背后有一些很悲伤的故事 就是别人都不知道 我就打算在后面呈现出这种别人看不到的另外一面 前面的话就是马戏团的道具 然后欢乐的一面 然后下面就是以动物为主 就是右边是老虎,左边是大象 然后背后就是小丑的心酸食 那我比赛的项目有分为三种 这一个的话是我比创意面具主 那它我上面的彩绘的话呢 是以那个哥德士的玻璃教堂 外面的那个玻璃来做一个设计 那因为我比的项目是凤凰杯 所以我在外观的形体上 我是以火焰的形式 想说要给它呈现一个强烈的对比 对比出来的一个效果 那我的色彩的话呢 我是想以就是颜色比较鲜艳 来去强调我的彩绘玻璃的一个主体 这样子 那整体的话我在外围的配饰这边 我是有加上那个发饰头发 我是有用那个里面有塞泡棉 然后外围是做头发的一个设计 跟美容相关来做一个结合 在全国凤凰杯时尚造型竞赛中 硕士生杨少杰同学 获得面具创作组竞赛第一名 在面具创作竞赛主题当中 以哥特式彩绘玻璃为发想来源 素材运用了法片 结合在面具艺术当中 融合多样化的素材 来呈现不同的视觉效果 史方新闻 郭怡文 许剑逸 屏东采访报道